今天给大家展示我们大吊车是如何做保养的 由于我们所在的地区属于陕北黄土高坡 我们的大壁经过一段时间黄土的洗礼 每一节大壁上都挂满了尘土 在经过多次的伸缩壁后 大壁上黄油和土的混合后被迫地脱离大壁表面 如果不及时地涂抹新的黄油 那么每次做伸缩壁动作时会加剧磨损 当我们涂抹完大壁后面 我们再将前面平稳地回转过去涂抹 现在我们辅助吊车将吊篮放下来 经过刚才的涂抹觉得还是用小钩比较方便 让老铁们欣赏一下百边的钢铁怪兽 嘿嘿嘿 现在我们把前面涂抹完后 我们就把这一节缩回来 再将下一节大壁伸出来 就这样一次前一次后的交替更换 一会我们会把里面的几节大壁全部重新涂抹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大壁在涂抹的过程中再回缩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不停歇的涂刷 我们来到了最后一节 涂住部分就保养完成了 下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在吊篮里面的两位师傅 今天这部分工作辛苦两位了 相信大家会把小爱心思给你们的 你们也可以出来放松放松啊 掌声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